纵守周知我和元宝都喜欢乐高 元宝最喜欢里面的悟空小霞 他同学说乐高在五一期间会举办一个 乐高悟空小霞的线下活动 就在那里 那必须趁假期带着孩子去玩玩 顺便在冰江citywalk一下 其实乐高悟空小霞这个系列 是真的很适合亲子共玩 还记得我和元宝一起拼过一个东海人工呢 本来就在想五一可以去哪玩 真的很开心 乐高办的这个悟空小霞亲子展 简直就是六娃宝地啊 满足了这个悟空小霞的头号迷地 听说免费打卡玩还有奖品 啥都别说了 赶紧冲 这一进来就看到好大一个七小天人偶 我天他竟然比玩不累都高啊 你好你好 我们都是你的超级粉丝 哇这个大棚车真的好厉害啊 快看上面有一个超大的屏幕 正在放映悟空小霞的动画片 现场总共有五个打卡点 第一关就在这个大棚车上面 它叫悟空小霞号 哇这里面竟然有悟空小霞系列所有的积木模型 猪大厨 唐师傅 齐小天 孙悟空 主角团全到齐啊 还有设计师的亲笔设计手稿 原来主角团的形象就是这样一步一步被设计出来的呀 能够这么近距离的亲眼看到 简直太幸福了 紧接着就是整面墙的悟空小霞系列套装 伴随着动画的更新 每年都会有不同的作品出现 首先是各种各样的机甲 不管是正派的还是反派的 不过妈孩子最喜欢的永远还是那个齐天大圣 而我妈却更喜欢这个三大白骨精机甲 可惜不能关灯啊 不然它的夜光效果是真的非常震撼啊 再来看看这个系列的建筑 不得不说啊 乐高悟空小霞系列的建筑 每年都会带给我不同的惊喜 尤其是大闹天宫 花果山和东海龙宫这三个经典之作 拼完以后真的可以和孩子讲出很多故事啊 其次就是蓝灯城 万千城这些城市街景了 没想到我小时候的古老神话 在很多年以后用乐高的方式 以一种更新更时尚的方式展现出来 让我和我的孩子永远有聊不完的话题啊 好啦 点亮第一关 下一关就是小英雄放映厅 和小朋友们一起在大棚车上看 悟空小霞的动画片 哎呀 手机拍不出效果啊 但是你们听 现场还是很震撼的 反正我也挺名目的 第三关就是元宝最喜欢的 拼搭你什么梦 终于来到乐高自由拼搭区了 刚好是五一啊 所以来了很多小朋友啊 这里应该是最热闹的一个区域了 总共三个拼搭座都做得满满当当的 汇集了各路拼搭小能手 嘿嘿我们当然也不能错过 赶紧坐下过个影啊 这里有超级多的悟空小霞散颗粒 可以让孩子们自由发挥 搭出自己的专属悟空小霞 这是我做的超级包子铺 还有我做的长腿悟空 好喽 成功点亮第三个关卡咯 这下一关也是大部分小朋友都会喜欢的画小英雄关卡 选好自己喜欢的英雄角色 就可以自由发挥了 但是呢值得一提的是 所有的作品都会经过扫免后 作为悟空小霞五年庆的献礼哦 怎么样还是挺有意义的吧 献一个了献一个了 不知不觉竟然已经到了最后一个关卡了 英雄故事会 这里竟然贴心的准备了悟空小霞的有声故事书 旁边还有一整排的悟空小霞漫画 元宝已经深深沉醉在降妖浮沫的英雄故事里了 而我们也终于点亮了最后一个关卡 哇全点亮了 点亮所有关卡就可以免费抽奖 到底能抽到什么呢 看来可以给元宝买乐高了 哈哈这个活动是真不错啊 这里就好像是一个悟空小霞的冒险世界 让孩子沉浸式体验悟空小霞 唤起心中的英雄梦 我要像悟空小霞一样勇往直前 来吧悟空换你做英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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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